他就不必不见得要来 而那时候大企业请他的干部来 给的薪水都是1.5倍甚至2倍才来 而且是大家都不愿去 那现在呢已经变成大企业说 他大陆有个工作是十几个人去抢 而大家争破头要来大陆 更有的就是薪水也下降 这也就是说整个的一个趋势 就每一个人都想把他的事业做好 都想把他的人生旅途走好 那哪里机会多他就会去往哪里 然后大陆来讲同门同种 而且呢看到早期来的呢 现在很多越做越好就更远以来 为了要工作到大陆这种做法呢 反映了一个社会现状吧 反映了两岸的经济状况 或者投资环境的这么一种极大的反差 那么因为台湾最近的实业率比较高 经济不景气 那么导致了就是说 一些人在岛内没有发展前进 或者说是实业了 他们呢就是说 无论是从事业的发展 还是从个人的这个发展来看的话 那么都觉得到大陆来呢 是有机会 而且机会是很多或者很好 很大一部分台商已经在大陆发展得不错了 这样的信息反馈回去的话呢 那么肯定就是增加了这个台湾同胞 对到大陆来做事业或者投资啊等等 这么一种的仰望啊 刚好是在10到55岁之间 那大陆呢现在也马上要进到WTO 那国有体制的大幅度的改革 而且是朝着一个良好的方向去改革 那也刚好缺乏了更多的这一类 对市场了解 对这个产品的品质了解 然后对推展市场的这些专业经理人 所以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 怎么样大家人才的结合 把这个地方产生了更大的效益 再谈到两岸的 就是能卖一卖钱啥的 能获得点经济效益 还有一部分村民除去打倒工 一部分栽民 我们没有地了 帮助兄弟村屯收点地 他们给点河里报酬 完了还有一部分村民呢 帮我们那个新建小区盖新房的给他 王生长 98年夏天呢 松花姜和嫩姜